來關心美國總統大選登場 選情是相當的膠著 美國有多達53%的有錢人 擔心社會會走向了不確定性 而且他們更擔心 選後會出現暴動 紛紛尋求移民他國的機會 有錢人跑光 恐怕也會拖垮了經濟 而隨著各州展開投票還有開票 新寒布夏州的一個小鎮 已經開出了全美的第一張票 總統選票 賀川各拿了三票平手 全美第一張總統選票出爐 心寒布夏州僅12人的小鎮 迪克斯維爾開票 川普賀錦麗3比3打成平手 這種膠著局面在全美上演 就怕選後動盪不安 大批美國有錢人想要出逃 多達53%的百萬富豪 想搬離美國 尋求他國拘留權或公民身份 恐怕把幾兆幾兆的錢 也跟著帶離美國衝擊經濟 選前之夜最後拉票 賀錦麗進攻賓州找來打卡站台 女神卡卡現唱天佑美國 脫口秀女王歐普拉也現身力挺 喊話年輕人去投票 對 她可以 另一邊川普在密西根州 造勢到半夜 兒子女兒都上台拉票 不過就算川普高喊自己大幅領先 但民調秒打臉 英國民調機構顯示 賀錦麗拿下四個搖擺州 BBS新聞最終民調賀錦麗領先四個百分點 NBC封關民調則是賀川 以49%打平 競爭激烈 BBC點出關鍵 誰能取得中間選民青睞 就有望成為白宮主人 讓川普沒面子的還有這一幕 川普在北卡造勢 自信滿滿自誇造勢 場子坐滿滿 攝影師下一秒把鏡頭移到上方大片空位 根本沒有坐滿打臉川普 今年美選不但是60年來最激烈的一次 也是花最多錢的選舉 總支出至少159億美元 大約台幣5075億 至繼2020年後堪稱世上最貴選舉 記者李星宗報導